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救命解药 狗蛋是一家金融公司里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 这天公司一笔订单出了问题 上级要求狗蛋去水疗院把精神不正常的董事老白带回来解决问题 在去疗养院的路上狗蛋听司机说了这家疗养院的历史 据说200年前这里属于一个大家族 而最后一代男爵为了保证家庭血统纯正要和自己的妹妹结婚 村民们听后一致表示反对还在结婚当天将妹妹活活给烧死了 狗蛋对于这个故事并不感兴趣 他只想把老白赶紧带走 终于来到水疗院狗蛋提出要见老白 结果却被护士告知今天的访客时间已经到了 没办法狗蛋和司机只好想着下山休息一晚再来 下山途中司机意外撞到了一只鹿 由于车祸原因狗蛋的腿也受了点伤 最后住进了水疗院里 在住院期间狗蛋终于接触到了老白 在狗蛋的劝说下老白决定出院和狗蛋回公司 只不过这一切都被院长给阻止了 院长声称老白最近病情压重不适合出院 狗蛋奇怪了当即就找到院长进行理论 可能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狗蛋竟然突然晕了过去 醒来后院长称狗蛋需要做治疗 狗蛋早就觉得水疗院不对劲 于是他假意答应了院长的水缸治疗 想要从中找出水疗院的秘密 狗蛋白天看似非常听话 可是在晚上却悄悄去偷看了老白的病例 病例解释老白由于缺水引发了脱芽 这让狗蛋很纳闷 水疗院的人每天补水又怎么会缺水呢 随后几天狗蛋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小花 这个小花整天石神叨叨的样子 还声称没有人可以离开水疗院 在之后的闲聊当中 狗蛋从一位女医生的嘴里再次听说了水疗院的传说 原来当年村民烧毁男爵的妹妹并不是因为结婚的事情 而是男爵居然在拿村民做可怕的人体实验 狗蛋越发觉得这所水疗院不对劲 在调查的过程中 他被院长发现 院长把狗蛋绑在了病床上 并且用钻弄掉了狗蛋的门牙 慢慢的狗蛋每天都开始头晕脑胀 甚至是流鼻血 在这期间他也想要离开 只不过都被阻止了 院长称狗蛋得了重病 随着院长一次次的安排水疗 狗蛋慢慢接受了这里的生活 原来他和这里的其他病人一样 已经被院长给洗脑了 舍不得离开水疗院了 就此我们揭开了故事的真相 原来院长就是当年的男爵 而小花则是男爵的女儿 她一直在做的实验 是把鳗鱼灌进病人们的体内 从而榨取提炼人体精油 靠着喝精油 院长和小花已经活了100多岁了 男爵一直在等着小花长大 这样他们就可以结婚 保持血统纯正 就在小花和男爵婚礼的当天 狗蛋即是出现破坏了婚礼 原来他之前被洗脑都是装出来的 最终他和小花一起杀掉了男爵 逃离了水疗院 但看着狗蛋那邪魅的坏笑 看来狗蛋也对长生不老 动起了歪念头 故事到此结束 那么问题